好 那我們時間也到了 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的 黨慶祭黨員大會的活動流程說明 那在這個一開始 我們想要先播放我們的 最後催這個黨員出來能夠報名的這個影片 那這是我們在禮拜一 把大家都召集到這個攝影棚來拍攝的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影片 從事政治是一場耐力賽 意志力使我們能夠在藍綠夾沙的 高壓之下走到今天 很多人問這條路很孤單 為什麼要堅持 因為民眾的事就是我們最在乎的事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理性監督 讓勞工朋友的聲音可以受到重視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黨家修惡的孤土計畫 為台灣環境的永續盡一份能力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重視青年的參政權 還有藍綠都不在乎的居住正義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積極接下白宮白夜 要一起找出後疫情時代的 競技解藥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為民眾把關上千億的錢戰預算 監督每一塊人民的血和錢 因為我們在乎 我們努力爭取第三勢力的話語權 與論述空間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積極跟年輕人溝通對話 因為我們在乎 我們在地方打平 讓全新的政治文化 能夠在台灣每一個角落都被實踐 因為我們在乎 我們不能讓民眾的聲音消失在高雄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每天勤勞工作 每天進步 每天堅持 讓台北市變得更好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打拼 不能讓民眾的聲音被藍綠消音 一年來感謝大家陪伴我們一起前進 因為我們在乎 所以我們希望台灣不能只有二元對立 台灣需要第三種聲音 8月2號 我們需要你 一起參加黨員大會 讓改變的能量可以持續 我們需要你 那先讓我們作業一下 把這個燈打開跟這個收起來 這就是我們這一次 在最後一波的宣傳影片 黨員大會 希望我們黨員 能夠來報名的宣傳影片這樣 那大家在那個裡面呢 也有看到很多相關的主視覺 跟拍片的這個 我們的腳本設置 我們現在請 發言人蔡俊維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 這支影片的設計理念 好吧 OK 那剛剛各位看到的是我們 應該 因為我講一下 這應該算是我們第一波的主打的宣傳影片 我們接下來還會有 第二跟第三支的相關的影片會錄出 那跟大家先稍微講解一下我們 本次的黨員大會的主視覺 這個上面的重力一集 就是想要集眾人之力 一次就讓這次的黨員大會成功 一集就必須要解決這件事情 我們要一次就把它辦好 所以我們用了重力一集這樣的四個字 就是做我們的主視覺 那用比較年輕 比較有點搖滾的風格 去做我們最後的呈現這樣 那剛剛的影片當中 其實我們包含了 柯主席還有我們的發言人群 還有五位委員 以及我們高雄市長 吳一鎮先生 都出現在這支影片當中 就是我們想要 把民眾的聲音帶到全台灣 然後讓我們理性監督的力量 可以在全台灣各地可以得到發揮 尤其在高雄這次的選舉當中 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發揮 這樣 這是我們主視覺 還有我們剛剛拍攝的主要的想法 好 那這是剛剛上面影片的一個 我們的想法跟理念 那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的是 很多黨員其實都一直在敲碗問我們說 當天我們來到底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要參與的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會議 那我們這邊就趕快來公佈一下 當天其實我們的流程上面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我們這一次是黨慶季黨員大會 所以在黨慶的部分 我們也不忘讓整個活動變得比較歡樂一點 比較有圓遊會的感覺 所以在一開始的這個活動 其實在入場之後 我們等一下也會介紹我們的整個規劃 我們會有一些可以讓黨員們帶著家屬 來一起同樂的一個規劃 可以讓大家去享受一下 那並且我們也結合了 包括是我們高鴻安委員 邱承雲委員 他們可能會有表演 以及我們青年軍也會跟青年的舞團 進行表演等等 這是在黨慶活動的部分 希望能夠帶給黨員一個不一樣的回憶 那另外呢 進入了正式開會的時候 也就是說呢 在我們的黨員人數出席 已經到了可以開會的時間點 就是在我們的第二項報告事項裡面 會有這些必須要去進行的會議流程 接下來呢 就是當天最重要的議決黨章修正案 那之後呢 我們也會邀請高雄市長參選人 吳憶正來這裡分享他的理念跟想法 讓黨員跟他一起來聽聽他這一次在高雄打拼的這個過程 最後我們會開放讓黨員來這裡發言 這我相信也是 黨員們他們會非常期待的一個部分 因為在這個發言過程中 其實我們都希望說能夠聽到 黨員們可能這一年來累積的不滿 或者是鼓勵 所以我們都希望在這個建言的過程當中 能夠聽到一些意見跟回饋 那最後就希望是在很順利的希望在五點半前會結束 那我們來解釋一下當天的活動流程 因為黨員們也非常的期待說 當天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拿高一點 就是我們當天呢 因為很多人來問說 欸我這個不是黨員 到底能不能帶家屬要進到哪一個地區呢 當天會有蛋白區跟蛋黃區 所謂蛋白區 就是我剛剛講的圓遊會的地方 會有攤位 會有告白牆 懺悔牆 或者是呢 跟大家互動的餐飲區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是開放所有家屬跟黨員都可以進入 那如果說12歲以下的孩子 希望家長們就帶著他到這個蛋白區來遊玩 如果說這個家屬他也是黨員 那他要進到蛋黃區去正式開會的時候 他的小朋友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照顧的話 我們也會開放讓他進到蛋黃區裡面 那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舞台區就是當天我們主席台也會在上面 大概給大家一個意象啦 好 那以上是這個流程 那我們後來還有一波的宣傳 是不是請俊瑋來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那再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就是 因為其實民眾黨成立這一年來 還有柯主席他從2014年 其實就已經從素人參政 其實很多的柯粉志工們 其實一直以來都與阿伯有很多的合照 或者是一些影像的部分 那我們想要透過這一次黨員大會去收集這些的照片 所以我們到時候今天就會在我們的臉書上公布這個網址 就是這個email 我們希望可以收集到全台灣各地的柯粉朋友們 你跟柯主席或者是跟民眾黨的五位委員 或者是在20年參與選舉的過程當中的照片 都可以寄來這邊 那我們會挑選出我們覺得特別感動 或者是覺得很有意義的照片 那我們會把它剪輯成一支的精華影片 最後會在8月1號就是黨員大會前一天 現在黨的臉書播放 那黨員大會當天也會把這個影片 再一次跟我們現場所有的黨員們一起分享 所以我們很希望可以讓各位朋友們 可以把你們手中有的跟民眾黨有關的照片 或跟阿伯有關的照片 都可以寄到這個網址來 讓我們可以把這次的黨員大會辦得更成功 因為其實黨員大會並不是只屬於柯主席 或只屬於哪個人的 它其實是屬於全部的黨員的黨員大會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可以盡量一起來參與 OK 那我們也透過這樣子的照片的回憶 或影片的回憶 可以讓黨員們到現場 因為這個影片我們到時候剪輯出來 也會在表演的時候有穿插的播放 這個也是希望能夠凝聚黨員們 能夠在現場找到自己 找到自己跟阿伯的合照 找到自己跟這個大家庭有什麼樣的回憶 其實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樣子的一些行銷 或是宣傳 以及說這樣子的活動 讓黨員們能夠在這一次有一種 不是這麼嚴肅 好像說我們真的要解散了 但是呢是一種帶著歡樂的心情 來一起參加這樣的活動的心情 一起來到這裡這樣 那主要當天的這個張誠的修訂案 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其實我們等一下在三點鐘也會 一併公告上網 現在大家在這個門口也已經看到 我們都已經貼出來了 那這個張誠修訂案 就是說我們的黨章呢 其實黨員們也非常關心說 他們這個黨章到底修訂成怎麼樣 那到時候等一下三點在官網上公告的時候 也歡迎黨員們對於這個黨章有什麼意見 或是任何的有想法表達的話 都可以 我們到時候一併公告 你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 比如說Email啊 或者是說 比如說填寫表單來回饋我們 那我們都會一併的 收取這些意見之後 到時候會交由黨代表大會來決議 或者是說我們會直接回覆你 看你能不能接受我們的回覆 好 那以上 有媒體朋友想提問了嗎 好 問題 之前有報導說 民眾黨他現在的黨員 原本是1.2萬人 然後跟我們確認一下 確切的人 然後另外還有就是說 目前的實際報名的人數 還有做委員會的情況 好 我來好了 那個 這個黨員人數 因為我們有延長報名時間 其實我們在這個黨員人數的盤點過程中 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就是說 他是主動來報名的 我們就一定算他是有效黨員 再來我們有打電話 我們有寄簡訊跟發實體信 這些方式我們盡可能的去盤點這些我們黨員的數量 那因為報名的時間有延長到下週 所以其實這個過程還在進行當中 那我這邊要稍微提一下說 當初講到的1.2萬 其實我們在盤點的過程當中有發現說 那個表單裡面有非常多是 他是重複的啊 或者是說他是錯誤的資料 但是他可能被列為一欄 那他總體加總起來就是約莫將近1.2萬 但我們在這次的盤點過程當中 也會把這樣子重複的數據 他可能不是一個有效的數據 一併刪除 這個過程到時候也會 到時候因為我們這個黨員的認定 這個認定是需要經過中評會來決議的 那我們中評會也會在下週盡快來召開 到時候再跟大家一併報告 那黨員的這個報名的數量呢 目前報名的數量應該說 線上報名的數量有超過3000 那委託書回傳到黨部的部分有超過2000 但3000其實並不容樂觀 因為其實還要考量到出席率的原因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盡量讓所有的客戶朋友 或是黨員朋友可以來參與這種活動 大家盡量有報名就要來 這樣我們的活動才有辦法順利召開一下 因為其實出席率是影響這一次會不會辦成功的關鍵 現在即便是網路上面的報名 可能他到時候沒有出席也會影響整個活動的進行 因為只要沒有到達法定的人數的話 我們是不能開會的 那再加上第二個變數是說 如果出席人數反而少於委託書的人數 那委託書其實是無效的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再次的呼籲黨員朋友們 拜託拜託當天真的要克服萬難 一起到現場大家一起來同樂 另外補充一下就是黨員如果你有線上報名 那我們就會送你一個民眾黨的馬克杯 那你如果當天有來到會場 我們還會送你民眾黨的手環 以及我們的貼紙 就是以這次主視覺下去製作的貼紙 當然當天還會有一些斗內的精美小禮物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 但我們有準備了一些禮品 還有包含可以讓黨員來台上講話等等 這樣子的形式 我們希望我們的黨員朋友可以踴躍出席 因為這次活動真的是需要大家 需要你跟我們一起才有辦法完成的 還有嗎呢 那是在民主報名節制的時間 還有幾天的時間 想問一下接下來在這段時間內 民眾黨還有什麼樣的宣傳活動 那或者是說委員跟黨工還有 可以從這樣子責任的分別 呃宣傳的話 第一我們會透過這樣子影片的形式 那就是我們今天的第一支宣傳影片 那下週還會有新的宣傳影片 另外剛剛您提到的就是可能是委員 或是主席 其實這邊透露一下我們主席 他有錄製了電話錄音的部分 我們會再去撥打一次 拜託我們各位黨員 可以聽見柯主席的聲音 然後跟我們一起參與這場活動 另外有關的東西是各委員的部分 像我們的賴委員 他也有一台宣傳車已經在桃竹苗地區去跑 那我們各委員也有就各自 因為他們各自的責任分區內 有積極地去找尋他們認識的所謂的科粉好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參與 所以各委員跟主席都一直在積極地做這件事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參與這場活動 那個後面這個先 其實我們都不敢說什麼數字是安全的 因為到真正不到當天都沒有一個數字是抓得準的 因為其實現場剛剛提到出席率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便我們現在拿到可能是超過6000的總數 那也都不代表我們當天是可以真的可以平安過關的 所以其實還是要看當天 對 還有兩題是說 有是不是目前計算到有這個重複登錄的反應圈 大概有幾個問題 然後另外有一個問題是說 好像在裡面的事件上說 大組員就是在下面提出說 好像這個系統是有問題 登錄的時候 然後找到你 你沒有看到出席率的 好 就第一點的部分 其實我們光現在 了解到 紙本能網路重複報名 以及錯誤的資訊 就有超過500 這是最最最基礎的 那我們還有很多資料還在盤點中 因為有各個確認的模式 確認的管道 那我們都盤點出來之後 會有一個確切的數字 但就目前光了解到光資訊錯誤 以及重複報名的 就有超過500 這是首先跟大家報告的部分 再來第二點 您剛剛提到說 他可能在資訊系統 處理上面有問題的話 他其實可以直接打給檔部 我們檔部的技術人員 可以協助他排除這樣的困難 因為您剛剛這樣直接講 我們不太曉得他是在哪個環節出錯 那歡迎有任何問題 可以直接撥檔部的電話 讓檔部來 協助他排除這件問題這樣 OK 還有 還有嗎 OK 好 那今天謝謝大家來到我們的記者會 到時候那個影片的連結 我們會丟上雲端再提供給大家 好 謝謝大家 辛苦了 謝謝 那黨章修改部分公告 我們公告上網之後 也會把連結貼給大家 那也謝謝各位媒體朋友 今天的到來 謝謝 也麻煩你們幫我們到家宣傳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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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